那么这个价值观 我们就用 我们称之为家庭承载的价值观 从这里我们可以延伸到 原生家庭 也就是说今天 今天我们的华人父母 都非常爱自己的儿女 你都希望给他们最好的 那么你们两个人之间 怎么样彼此对待 你们两个人之间 传承了什么样的价值观 现在都是正在进行试 都是正在进行试 所以如果我花些时间这样讲 这里看起来 好像我都是开始要准备步道一样 所以我并不会每个 我并不会每个问题都展开来 但是我开始提到过 如果都是一些沟通的技巧 不会造成这种不可弥合的 而不可补救的 这种创伤 一般是不会 可是这里头有些事情 并没有一个事先顺序 这个我要特别强调 其实生命观 还有对父母 对儿女 这个是最最重要的 还有再加上金钱观 这个是最容易在家庭里头 造成这种价值观南辕北辙 比如金钱观 如果真的对金钱观是有两个不同 就是非常差异非常大 那这种是非常 是会带来不可很难弥补的婚姻的创伤 好 我先讲一下 生命观 我们对生命的开始和结束 我先讲一个这个著名的 C.S. Lewis和他的妻子Joy的 一个短暂的婚姻 C.S. Lewis他一直都以为自己要单身了 结果他晚年的时候遇见Joy 遇见Joy Joy已经其实诊断有癌症 但他仍然 他们俩仍然结婚 在晚年的时候仍然结婚 而他结婚那几年 在他自己写来就 Surprised by Joy 那他正好用他太太的名字Joy 做一个就是这种双关语嘛 他不但说他被他的妻子惊讶了 他也说他得到了出人意外的喜乐 那如果说是面对疾病死亡 这是一个例子 那我们比如说 在现在这段时间面对疫情 面对疫情我们真的要小心 真的要谨慎 可是我们能不能够在家里 彼此能够鼓励 能够看见 不是说不看每天有六万七万 那个是让我们可以小心的部分 从另外一个方面 你也会看见死亡率也不高啊等等 可是最重要的是 我们真的对死亡 对生命有一个答案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答案的话 我们应该在这样的时刻 不是在这样的时刻 在任何一个时刻 都能够相对 我们用这个 不用基督教的这个词会 喜乐盼望 那至少乐观一些 还有我们今天想到说 面对堕胎的事情 面对堕胎的事情 我们其实这些年来 我至少碰到三对 真的三对我们的基督徒朋友 怀孕的时候 撤出来 说有可能孩子有糖氏综合症 他们都决定 要把孩子留住 我应该说有四对 还有一对呢 就决定要堕胎了 我们劝也劝不住 但that's it 我们其实我们劝的时候 我们也只能盼望上帝 这个感动他 我们也不能 我们也没办法 对吧 有律法性的规定 规定得了他 但那三对夫妻啊 都是我们的朋友 有头两对呢 他们就夫妻都是很一致的呀 这三对夫妻都很一致 他们这个一致的过程 这个肯定有挣扎的 头两对最后生下来 真的没事 那第三对夫妻 还是80后的 那当他们的 当他们B超造出来以后 说确实有可能 有糖氏综合症 双方的父母 都一致劝他们 而且他们都是独生子 所以我们 我们夫妻是70后 他们是80后 他们这个真的很挣扎呀 可是夫妻俩 在这个时候面对生命 他们从他们的信仰 得着力量 那个时候呢 那时候我们也跟 也确实是 也曾经做过 他们的牧师几年 也是很好 也是相当好的朋友 我们也鼓励他 我们也不希望说 因为我们自己 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困难 长话短说 我在去年我们去 就是他们现在 后来搬到纽约去了 那去年我们家 去纽约度假的时候呢 我们就专门 去约着跟他们 那是肯定要 约着见他们 孩子确实是 没有那么正常 因为真的是 有糖氏综合症 但是我们看见 他们家庭的时候 我们知道 这对夫妻之间的 这个bonding 之间的这个联系 更加强烈 因为他们在生命观 对生命的价值观 有着非常非常 一致的看见 而且他们可以 一同走过这样的困难 而我们看见他们的时候 虽然他们家那个孩子 那是他们家老二 那是有点 就是确实不像 我们通常看见 正常的孩子 但是也挺 也挺可爱的 真的生命本身就很可爱 而且他们的困难 也没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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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